大家好 批评书 这次给大家讲习包子的两个笑话 一个笑话是真的 一个笑话是传说 造谣传谣传说 一个是包子举在共心团的 1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 有人就把这个视频 就给剪辑出来 就那么一点点前后不到一分钟 是个什么情况 说细胞子正在念稿子 做报告 念到一句话 突然脑袋拧过来 看着旁边的栗战书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鼓掌 然后所有人就哀哀哀哀就鼓掌 栗战书带头鼓掌 把下面的那些太监们就鼓掌 这个事儿挺有意思 你知道吗 哪有这样子的呀 这种东西只有那种臭不要脸的歌手 像我以前唱歌的时候 怎么没有掌声 然后就拍一个掌声 大家好 请给点掌声 是吧 这一般都是戏子 歌手 他在暖场子的时候 有这种东西 他是无可厚非 因为他希望有掌声 他那个就唱歌唱的就更给劲点 给力一点点 就自己嗨一点点 是吧 让自己燃起来 这个东西可以情有可原嘛 因为这个艺人嘛 他需要很燃嘛 需要很打鸡血嘛 为什么很多艺人他要吸毒呢 为什么很多艺人他要嗑药呢 他有道理 他必须让自己嗨起来 他一天晚上搞同一件事 他们挺无聊的 无心打采的 你要面对你的听众 面对你的观众 你如果没点这个劲头 没点劲儿 是吧 就是你不给力 你在那里昏昏欲睡 那下面的人早就跑光了 那不行啊 是不是 这可以理解 但是没想到堂堂的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这个伟大的包子迪 居然这个公开的 找下面的人讨掌声 这他妈不是很搞笑吗 是不是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个故事 就被人扒出来的 首先第一呢 这是我比较了解的 一些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就是说这个事啊 习主席说了嘛 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有掌声 然后哗哗哗哗 就拍起来的 是吧 下面的人可不是这么理解的 你知道吗 你没当过太监 你这么不知道 下面的人会高度重视 比如说团委书记会高度重视 比如说人大的 李展书会高度重视 因为他也是个太监 老太监嘛 老不死的太监 下面的秘书的 中办的人也高度重视 习主席都说了 这个地方要鼓掌 那到底什么地方鼓掌呢 不鼓掌呢 那必须要搞清楚啊 是不是 所以说中办 共青团 中办 还有这个人大 就联合就为这个事情 开了个会 习主席做过指示 这个地方应该要鼓掌 我们怎么把习主席的这个话 要落实呢 要形成一套可操作的 可操作的 规范的这么一个流程呢 甚至把它搞成一个法律呢 是不是 这个东西我们是知道的 过去毛泽东搞的时候 就是什么地方鼓掌 什么地方不鼓掌 大家心里都挺明白的 大家都有懂这个行情 懂这个规矩 所以你看朝鲜也是这样子的 金专做报告 什么地方鼓掌 什么地方不鼓掌 你心里一定要清楚 你鼓错了以后 你是你是添乱 是吧 你你不鼓掌 你是造反啊 你都是掉老太的毛病 是吧 所以鼓掌这个东西是没有学过 你比如说我们 我这种人就是在北京的时候啊 就挺装叉的嘛 经常跑过去听什么交响乐 听什么中原音乐堂 经常去听 听古典音乐这个东西 你什么时候鼓掌 什么时候不鼓掌 那学问大了个去了 是不是 你要对音乐作品有了解 人家他就是第一章节 第二章节啊 第一步第二步 中间有休息的时间 你不要瞎鼓掌 你是土包子才瞎鼓掌 人家还没完呢 你鼓什么掌啊 是不是 谢幕的时候怎么鼓掌啊 人家都已经进去了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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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为什么拍那 希望他回来再跟你加你 这么一小段 之类各种规矩都有的 你要懂航知道 好你所以你共产党的游戏 规则你也是你要懂 你不懂 你不知道这个事儿 道理有多严重 习主席在公开的共青团 1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公开的 当着那么多人在面 话筒都传出去了 都把他视频拍下来了 跟依然说说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要鼓掌 然后夸夸夸 你觉得这是一个随随便便一句话吗 党的总书记皇上一尊核心 是吧 赶紧落实 所以说他们说人大要立法 首先是共青团和这个什么 中办提出这么一个动议 完了以后人大立法 以后习主席讲话 每讲一句话要鼓掌三分钟 这是最理想的 同志们 啪啪啪三分钟 因为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整个从头到尾都在鼓掌 是不是 一鼓掌三分钟 三分钟到了以后 咔停 习主席在念错字 他也没有机会了 是不是 一共就说不了几个字 他多好啊 可以成功的挽救习主席的文盲形象 全场都是掌声雷动 多爽啊 是不是 所以你知道吗 这里面的学问大了一个趣了 我跟你说 你不了解土工的游戏规则 你是不知道的 第二就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 习主席要加这么一句话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要鼓掌 那是因为他妈的有人不鼓掌 有人公开的与习主席唱对台戏 有人公开的造反 我习主席讲话你们不鼓掌 所以搞得习主席不高兴了 自己亲自要掌声 你知道吗 说明习主席对这个共青团 对中国的这帮官员不会鼓掌 已经是对看你们不顺眼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啊 你还不鼓掌 所以说随着这个立法规定 以后一尊讲话 每一句话后面鼓掌三分钟 这个文件发布以后 全国要抓一批不积极鼓掌坏分子 还抓一批不会鼓掌的垃圾 你知道吗 人渣抓起来 是不是个笑话呢 的确是个笑话 但是是个真事 就是我觉得特别的匪夷 你习近平好歹也是一人物 你知道吗 你鼓掌吗 他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搞得这么 吃相这么难看呢 然后一帮人跟我说的 说现在习近平以前吧 刚开始头几年在这个政治局开会嘛 都鼓掌的 政治居住委员都说习主席嘛 新主的上任是不是 然后叫做什么开门见山呢 就是什么三把火烧的挺旺 反腐败大家都觉得挺好 是不是 老百姓也喜欢 那个时候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 记得这个什么王岐山 说过一句话嘛 就说哇 终于来了一个人物 就说习近平是一人物 这个人物什么意思呢 就习近平这个人 他因为他没有文化嘛 然后他脾气有轴嘛 就敢想敢干 是吧 就是丁耀平讲的就是什么 大胆的干 大胆的事 大胆的什么闯 大胆的怒 是吧 大胆的喝 是吧 大胆的操 就这种东西 所以觉得这个人很爷儿嘛 很接地气 没那么多废话 给我家干 所以王岐山他也是这么一种 霹雳霹气的人嘛 是不是 所以他觉得习近平这个人 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结果没想到把这个国家做大事 做成这样了 知道吧 所以后来他们说一开始 是头两年都鼓掌的 政治局开会 甚至包括常委开会 习近平讲话讲完了以后 其余的六个人都鼓掌的 后来都不鼓掌了 都都看习近平的笑话 都觉得你他妈胡说八道 弄搞吧 国家搞的乱七八糟 都不鼓掌了 然后这个就有问题了 反而是李克强说话 有人鼓掌 哎不错 风头被总理给抢走了 所以到了贡献团这边 他就公开了要务掌声 说有这么一个东西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习主席最近还搞了一个事 也是蛮有意思 这个事纯粹是造谣传谣 纯粹是一个段子 但是也有北京的一些个好事者 说出来的 说习主席不是四个五个自信吗 道路自信 理念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还有一个历史自信 是不是 现在要搞一个什么 什么审美自信 什么审美呢 要把这个 中国他有一句话 叫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我经常听到这句话 我就问他们 我就说 我说你跟我把话说清楚 伟大复兴 复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是过去有一个辉煌的时候 然后我要现在把它回到那个地方 是不是 像我们读圣经的 我们就知道 人最终的理想国是伊甸永安 要回到伊甸永安 可是伊甸永安 已经不在地上了 知道吧 所以你要回到天堂 才伊甸永在天上 他总会有个归宿 有一个目标 是不是 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你回到哪儿去呢 说习主席现在想明白了 回到哪儿去 回到这个唐朝 因为这个唐朝被称为中国是最最牛的的时候 是不是 国家也有钱 朝朝廷又发达 老百姓又日子过得好 是不是 李家王朝好得很 唐朝大唐 是不是 所以这个唐朝这个地方除了经济发达 国土辽阔 还有什么呢 就是美学也很发达 那个唐朝那个时候女人就胖嘛 杨贵妃为什么迷死个人呢 就因为他胖嘛 是不是 一胖了以后 女人一胖是什么样子 就是是不是 你是个贫胸的人 你都有深深的事业线 因为我看来男人就是心里就痒痒的 你知道吗 哎呦 就是 你家里皮肤如果又挺白的话 他说 他们说现在想恢复唐朝的审美的气象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父亲 以后中国的女人长得都要跟彭丽媛一样的 国母 你看彭丽媛就是 彭丽媛如果穿一个唐朝的杨贵妃的那个衣服的话 我们看过唐朝的电影的 每个人都穿一个抹胸 胸都出一多半 是吧 完了以后深深的事业线 就是满城近代什么黄金甲 是不是就那个时候我没看过 反正就是那个照片 剧照我是看过的 都那个造型 说习主席最好这一口 希望彭丽媛作为国母 就是成为一个国家的女性的美学的典范 以后都穿这种低胸的衣 瞎锤不是问题 只要敢怒就没问题 说彭丽媛以后穿衣服一定要穿那个很低很低的衣服 全国的妇女都要穿这个衣服 没有实业线的挤也要挤出来 挤一挤总归是有的啊 说习主席耗着一口 耗着一口的目的不是说要看你们的实业线 不是的 是要恢复到中华民族大唐时代 大唐、盛唐啊是不是 因为我不得了 所以中华民族历史就两个朝代很牛逼 一个是盛唐、大唐 还有一个就是习包式的 包子也有实业线的 你看到没有 包子一褶一褶的 我不会包包子 他们说好的包子就是有很多个实业线 包的特别漂亮 包子肿的嘛 人家有点像是不是 所以说从包子到唐朝到彭丽媛 然后到事业线 是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美学的复兴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王朝 终于恢复了中华民族的大唐气象 习包子就是死的时候一定会很高兴啊 看着看着中国的女人穿着这么低胸的衣服 觉得这个国家真美好 这是一个段子啊 但是也不是我编的啊 是他们真的有人告诉我的 说习主席就耗着一口 说这个以后妇女开会啊 习主席在上面人民大会堂做报告 父女同志们朋友们 然后男的穿着西装领带啊 这没问题 女人的都都是穿着低胸啊 一上去以后这个胸大的人就把这个胸拖起来 往这个桌面上一放 然后就是习主席看着他们的实验线一个一个的 习主席不要太爽了 太舒服大概就这么一个事啊 哎呀 第一个是段子啊 第二个是段子 第一个是真的 习主席要掌声 习主席习主席要全国人民的妇女 全国妇女要录她的这个什么 事业线 哎呀 真是一个有趣的时代啊 谢谢